这个番茄也好,或者是种这个西瓜,甜瓜也好啊 特别是种这个秋盐后,这种那个作物就很容易出现旺涨 你好比说我们这个无土栽培的番茄啊 在番茄栽种以后第五天第六天 我这边就开始采用空旺剂,心心空旺了 就防止番茄的旺涨 有些种之后就是经常问我啊 就是说关于这个旺涨问题 尤其是秋盐后,或者是夏季种植的瓜果蔬菜 就很容易旺涨 什么原因会造成它的旺涨呢 实际上原因很简单的 这个作物在吸收肥料,吸收养分的时候 温度高的时候,它会优先吸收削苔胎蛋 然后其次呢,再吸收钾啊,钙啊,磷啊,这些营养物质 当削苔胎蛋吸收量过大以后呢 它会在生理上,它会医治啊,甲啊,钙啊,它的一个吸收 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旺涨,这是一种原因 另外一个呢,就是夜温过高啊,呼吁作用过大 啊,然后呢,这个作物在养分分配上啊,以营养生长 这个养分分配为主了 所以说呢,就会造成啊,你秋茶,或者是哪个夏季种的这个瓜果蔬菜啊,啊,很容易出现旺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说呢,如果你是在夏季,或者是求炎,啊,种种瓜果蔬菜 那么第一要素,就是栽放苗末以后,你首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去避免妄胀 这个是必须考虑,就像类似于我们种西瓜 我们首要考虑的,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品种啊 啊,同样,这个是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只要是你在这个两个季节,准备种瓜果蔬菜 那么你栽放苗末以后,你首要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开始空旺 我用什么要去空旺 把这块,首先就列入到你的工作范畴之内 这样的情况下,不至于等你的作物出现旺涨了 你才想起来,哦,我还需要空旺啊 然后再去空旺 实际上这个时候就一定,啊,稍微有点晚了